那年花开月正元正在热播中 最近剧情中 爆出杜明里是杜公公 原来她是这样的身份 让永梅和她如何相处呢 胡永梅不听父亲的话 和杜明里关系越走越近 甚至慢慢的喜欢上了她 最终 胡永梅还是嫁给了杜明里 新婚之夜 她知道了一切 胡家大小姐居然嫁给了一个公公 这让她怎么活 她为了能害死周莹 还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胡永梅嫁给杜明里彻底黑化 两口子齐上阵是要弄死周莹 故事这样发展可以理解 毕竟周莹从她手中抢走了自己的最爱 另外 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直认为是周莹逼死了她父亲 虽然胡永梅成了杜明里的夫人 可是在胡永梅的内心里 始终最爱的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吴聘 她始终不能忘记她 是啊 哪有女人不会爱和润东眼的吴聘呢 就在大结局时 胡永梅突然发现自己才是害死吴聘的真凶 而自己嫁的丈夫也是害死自己最爱的男人的始作俑者 胡永梅只有以死谢罪 按照正常套路走 她应该把杜明里杀死 这样才是真正为吴聘报了仇 她会这么做吗 胡永梅虽然歹毒 但是她对吴聘的爱还是真心的 她的一生也是凄惨 没能嫁给自己爱的人 最后却嫁给了杜明里这个假男人 就连大昏洞房之夜都是不圆满的 这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终究还是得了自己该有的报应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了 把你们想说的发在下方评论区哦